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立志要开始减重 隔天去吃的更多 决定要早睡早起 到了半夜又舍不得睡 你想要戒掉乱花钱的习惯 到头来又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 每次信誓旦旦的定下目标 最后却总是以失败收场 然后就怪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坚定 甚至自暴自弃的认为 自己永远都无法摆脱这些恶习了 人生也就这样了 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能透过理解大脑的构造 并加以利用 让大脑轻易的为我们做到一件又一件 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呢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能运用科学的方法 让每次设定的目标 都能够在限期内达成 甚至超而完成呢 如果你希望提升你的专注力 让你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上的表现 都能够立刻增强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了 并且记得收藏起来 因为这一定会给你以后的人生 带来巨大的帮助 你好我是Will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欢迎你先订阅我们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圈里的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在忙 也能跟上有钱人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在培养专注力之前 首先我们要了解 专注力是怎么来的 其实专注力的来源 跟我们额头那大约2-3公分的情额叶有关 人类的情额叶是控制力和情绪的能力 而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叫做意志力 意志力强的人通常做事会更加积极 在面对困难时不会轻易妥协 他们会保持极强的专注力 所以意志力强的人 往往能够实现人生目标 也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而意志力比较弱的人 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困难的影响 保持容易分心 甚至拖延 轻言放弃 然而事实上 人的大脑天生就不是被设计用来专注的 在另一本大脑使用手册的书里说到 人的大脑是用来感受压力的 在远古时期的人类 随时都要注意风吹草动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生存 是想象一下你在远古时代 如果你太专心采果子 在河边喝水 完全没有注意到你后面的大狮子 没有注意到河里埋伏的鳄鱼 那一个不如神 我们就会被吃掉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需要随时注意周围的环境才能活命 而时光刻转到现在 我们不再需要随时警惕那些危险的动物 我们现在的环境很安全 我们不再需要不专注才能生存 相反的 我们需要更专注才能生存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 我们需要提高生产力 但人类大脑的构造又保留着原始设计 因此 对抗分心 发展专注的能力 才会变得如此重要又困难 那么如何才能对抗分心呢 日本的脑神经科学专家 颜奇伊朗 曾经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系担任副教授 他在自己的书里就有说到啊 他自己小时候就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 不怎么爱说话 也没跟人有太多的交流 人际关系很一般 为了改变自己 他在求学的那段期间 会刻意的去跟3000个人谈天 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改变了多年以来沉默寡言的性格 从此每次见到陌生人都能很自然的聊天了 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对吗 然而 他并不是靠意志力才改变性格的 相反的 他是先让自己习惯跟人对话 才慢慢的改变了原有的个性 颜奇伊朗认为 但人越想做一件事情时 就越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人类每天都需要对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出决策 而需要决策 我们就需要能量 很显然 人的能量是有限的 梅塔的CEO扎克伯格 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 甚至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些名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几乎每天穿着一样的衣服 乔布斯每天的出行 包括出席发布会 都是黑色的尊领上衣 扎克伯格每天都是一件灰色的T恤 而奥巴马在任职期间几乎只穿深蓝色的西装 这是为什么 是为了避免决策疲劳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大约3万5千个决定 像是吃什么 穿什么 去哪里 做什么 几点做等等 而身为CEO的领导者 要做的决定甚至更多 并且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 然而做决定是一个非常耗费脑力的过程 有时还会对决策者带来压力 因此 当一个人做越多的决定 他就会损失越多的意志力和控制力 降低他的后期决策质量 根据美国凯西西楚大学的一项调查 经历决策疲劳的人 容易出现逃避问题和拖延的倾向 在遇到一系列问题时 会变得很被动 甚至会抑制了他的推理能力 所以 他们为了不把能量消耗在那些琐碎的小事上 才会一年365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每天吃一样的食物 做同样的事情 最后渐渐的 这些行为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当某些行为已经成为习惯 那么大脑在执行这些行为时 将不再消耗任何能量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一些行为养成习惯之后 我们几乎不需要思考就会去行动 而这么做的好处是 会让大脑自动续航 我们可以将能量投入到其他更重要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自然而然 我们成功做成一件事情的概率 也会大大增加 如果我们想要锻炼意志力 就要学会怎么培养习惯 那么如何快速养成习惯呢? 这里我总结了书里的五个核心方法 人类从开始行动 到转变为习惯的过程中 一般就是60秒 换句话说 这60秒就是养成习惯的 如果我们想将某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 但该行为并不属于那种能带来快感的类型 那就必须把那件事跟其他的快感连结 比如你想要早起 但你对早起这件事本身就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快感 我就是感觉很痛苦啊 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时候不妨配合其他能够给你带来快感的事情 比如在你的闹钟响后 马上听你喜欢的音乐 又或者直接把你的闹铃变成你喜欢的音乐 甚至可以在你醒来后 立刻吃下你最喜欢的口香糖 让你的大脑把早起跟快乐这个感受连结起来 你就会更容易建立早起的习惯 在行动以后 试着在60秒内 引发会让自己产生快感的事件 那么这个行为大概率会成为你的习惯 这就是60秒法则 第二,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研究发现 人只要重复进行某种行为200次左右 就能转化为习惯 我的行动力就是很弱 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呢? 其实行动力弱的根本问题 是因为你体内的多巴胺不足 英国卡蒂夫大学的尼尔逊博士 跟他团队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 他们制作了一个专制 并且把小白鼠和这个专制放到一个笼子里 每当小白鼠因为口渴而去到饮水区时 闹铃就一直弄响起 而在小白鼠听见铃声后 必须按压引许区的把手才能成功喝到水 那这个研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小白鼠慢慢学会 按压把手就能喝到水这件事 然后看看小白鼠是否能养成听到铃声后就按压把手的习惯 有趣的是在研究进行三天以后 他们发现脑内多巴胺分泌量低的小白鼠 并没有养成按压把手的习惯 而换成脑内多巴胺分泌量比较多的小白鼠的话 则可以在三天内养成这个习惯 多巴胺是一种生静传导物 它可以影响我们人的行为 记忆注意力情绪情感 甚至还能帮助改善老人磁呆 然而多巴胺实际上是由烙氨酸 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合成的 当我们摄取蛋白质的时候 其中的烙氨酸会代谢成多巴胺 所以多巴胺也被叫做烙氨酸代谢物 有报告指出 如果能增加烙氨酸的摄取量 那就算当事人处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也依然能够改善他的身心状态 或者在不够税的状况下 能够继续维持专注力 避免注意力患散等等的问题 因此 如果你想促进一个习惯养成的速度 或者当你觉得压力大 专注力下降的时候 可以多摄取含有烙氨酸的食物 比如起司啊 纳豆啊 柴鱼等等 这些都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让你保持更专注 第三 出自自我的意愿 我小时候非常的叛逆啊 只要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心甘情愿的去做 但别人叫我去做的事 我就是死都不会做 比如当我回到家 发现房间很乱 想要出去拿扫把 进来打扫 而就在我走出去的时候 耳边瞬间传来了家人的一句 房间这么乱 还不快去打扫 于是我就走回房间 突然就不想打扫了 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单纯 只要对某件事有兴趣 那大脑里的干净区 就会带动习惯区 简单来说啊 只要我们持续保持对一件事物的兴趣 那么习惯就能有效建立 相反的 就算一开始充满热情 但在过程中 你的大脑发现事情不再有趣 那两个大脑区的回路 就无法有效建立 就像是打扫房间一样 在听到家人的那句 还不快去打扫 让原本的自发性行动 变成了被迫性行动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建立新的习惯 或是要戒掉坏习惯的时候 都要确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做这件事 是出自我的意愿 第四 养成习惯不靠意志力 要靠想象力 是的你没看错 习惯的养成不能当靠意志力 美国心理学家 Walter Michelle 曾经做过一项有名的棉花糖实验 他让四岁的小孩 独自留在房间里 并且给他一块棉花糖 然后他就告诉这些孩子 自己要离开15分钟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 没有把棉花糖吃掉 那你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 在棉花糖实验之后 Michelle就展开了 对那些受册小孩的长期追踪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他发现当初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 不管在以后的血液 职场 甚至是人际关系中所得到的成就 并忍不住吃个棉花糖的孩子 更高 而这项研究结果 也成为他参考书 先别急着吃棉花糖的核心观念 就是懂得延迟享乐的人 将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看到这里啊 或许你会觉得 这些孩子是因为靠意志力 才会成功不吃棉花糖的 可事实正好相反 那些成功忍住不吃的孩子 并不是一直这样 盯着棉花糖不吃而已 而是他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力 把口感柔软的棉花糖 想象成又咸又硬的食物 藉此来让自己对面前的棉花糖 没有兴趣 也就是说啊 这些小孩之所以能够战胜棉花糖的诱惑 是因为他们能够自由操控脑海里的想象 也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第五 用第三人称提高杠劲 这里问一下大家 大家在想象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常用第一人称视角 还是第三人称视角模拟情况呢 当我们使用第一人称 也就是自我的观点来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倾向于 我怎么做 的方法心思考 而第三人称则是他人的视角 更会注重在 我为什么要做 的意图心思考 举个例子啊 当我们遇到外国人问路时 如果用第一人称来看这件事 通常就会想说 我要怎么回答对方 对吗 但如果英文不好 就会导致自己没自信 不怎么想去回答 相反 如果这时候我们使用第三人称来想 我为什么要帮助对方 那么会发现 这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 练习英文口语的机会 此时意图产生 你有了干净 自然就能抓住练习英文口语的机会 我们在干事业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能力 而是我们做那件事情的干净 而擅长用意图心思考 也就是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想事情的人 对工作往往都很有干净 因此事业也都会做得比别人还要好 我很喜欢梳理的一句话 要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 就必须理解自己的习惯 人类所有行为都受控于大脑 但我们愿意重新了解大脑的习性 并且加以利用 我们才更容易改变所有不好的习惯 不再现于事情总是失败的负面循环 而是透过打破循环 进入到新的行为模式 透过培养好的习惯 锻炼意志力 用意志力改变人生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 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 希望你能爆点赞并分享出去 把这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 如果你喜欢财商思维和个人成长的话题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过分享高价值内容 帮助你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Will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